西班牙暴动多亏天才风景 西班牙官员在纽约度假的同时 国内却在警方武力对付抗议民众下沦陷暴力中 乱缘始于政府决定实施紧缩政策来解决经济危机 这项政策将影响各项福利 削减补贴以及增加税收 这些改变违背了执政人民党 在大选当初对选民做出的承诺 全国都在抗议声浪中 加上自治区加泰隆尼亚的分裂运动 让西班牙一个头两个大 就连西班牙佛王卡罗斯一世都从百忙中抽空 写了一封信警告那些鼓吹意义的人 这群本性慵懒的抗议者已经被逼到墙角了 全世界都等着看 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你认为自治区加泰隆尼亚应该脱离西班牙吗 留言告诉我们吧 来给我们一起赶快到脸书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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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